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对于你信不信她这个事 非常的敏感 你会不会莫还要在意 她觉得我们可能冤枉她 你就翻吧 在哪 没有 没这首诗在哪呢 这首诗我也不知道在哪 来 你先把下面的作业做完 刚刚问了他们的语文老师 然后这首诗确实是没有学过的 快说不好意思吧 我错了 真的 你老师说真的没学过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吧 陈又为做得太好了 人说我错了 小孩要求很简单 大人一句道歉 他就心满意足了 这没学过 老师为什么让你写 我也不知道 什么厉害 真的吗 我还在自责 小薰老师 对不起啊 没事 看你可真大方 你怎么了 我快想着想着了 好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吧 这个孩子真的懂事 我有什么感觉你要哭了 你给我闭嘴巴 你还要什么作业 这个王俄泽性格真的非常好 他会给你台阶下的 对 不太说不好意思吧 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很尴尬 你大人不知道该怎么 对吧 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 很懂 但是我很少看到他这么温情的一面 我觉得一下我觉得加分了不少 他就是那种 他会把自己最温暖的一面 表现给自己就是最信任的 最喜欢的人 最喜欢的人 我们两个 最遗憾我们 走吧 拉上我 我们三个都没有进入他的朋友圈 我们三个人 在他面前都碰过钉子 因为我去的时候热情如火 别的孩子我一番吹捧之后 都主动地来亲我什么的 然后我说王俄泽亲我一口 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给我一个理由 什么 真的吗 真的很酷的 我还没跟你说 第二天你不走了吗 然后他看到我 他说那个傅老师呢 他还来吗 我说不来啊 他来就太好了 第一次有一个孩子 对傅老师是这种态度 我等会儿就让他给你道歉 让给你发微信 所以我们看这个年纪的孩子 他们这时候是自尊心最 就很强的一个时期 对 然后对于被冤枉 然后这种受委屈 我感觉这个时候比较敏感 我为什么看这个有感受 因为这时候我儿子 跟他年纪差不多 差不多 有一次他跟他爸爸 就是降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刚刚转学 他跟同学呢 就是有点矛盾 我老公就说 你肯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我儿子就说 我就没有 你就说的不对 然后两个人就是降起来了 然后真的是眼泪哗哗的流 那次我真是看到我儿子 心疼啊 后来我就跟他聊天 他说他最在意的 并不是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是爸爸就是不愿意听他